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因為持續的Omicron病毒大流行 和全方位封控政策 令中國經濟體的前景暗淡 中國歐盟商會一項最新調查顯示 在中國大陸經營的歐洲公司之中 有近四分一的公司正在考慮將投資轉移出去 得到十年來的最高比例 中國歐盟商會6月20日發表報告說 相較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陸續恢復疫情前的常態 中共嚴格的新冠疫情防空政策 加劇了企業的營商挑戰 這令中國歐盟商會眾多的會員企業 不禁開始思考 還要將多少籌碼留在中國 報告在蓋術指出 2021年在中國外資企業面臨的前三大挑戰之中 49%的受訪企業將新冠疫情視為首要難題 有24%的企業反映中國經濟放緩問題 為列第二 50%的受訪企業表示 2021年的商業環境變得更加政治化 監管壁壘持續導致企業錯失相機 反映該問題的企業達到42% 在中共當局推出清零防疫政策以來 中國嚴格的邊境關閉已持續了兩年多 並將會延續到第三年 清零政策迫使幾億公民部分物質全部封鎖 並造成廣泛的供應鏈中斷 中國經濟在衰退邊緣搖擺不定 今天的中國唯一可以預測的就是它的不可預測性 這樣對商業環境有弊無利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許佩帝女士表示 越來越多的歐洲企業 選擇各自在中國的投資 並重新考慮本身在市場所處的地位 企業正在觀望 這種不明朗將會持續多久 很多企業亦為未來的發展尋找中國以外的投資目的地 根據中國歐盟商會6月20日發表的報告 大約有23%的企業在回覆調查時 考慮將公司、目前或計劃的投資由中國大陸轉移出去 這項調查是在4月底進行的 當時上海仍然處於封控停工狀態 吉林等地的限制措施 也擾亂了正常的商業活動 歐盟商會報告表示 由於駐華員工包括全體中外員工 無法前往歐洲總部進行資訊交流 培訓和專業知識共享 中國業務正變得越來越孤立 歐洲企業總部的高級決策者 也被剝奪了第一手的中國經驗 這導致高級決策者對中國的了解減少 因此對中國的容忍度也降低 中國的勞動力喪失多樣性 也將會影響創新 歐盟商會的警告 強調了中共清零政策 對國際企業造成的長期影響 迅速封鎖關閉邊境 和嚴格的大規模檢測 導致經濟和社會成本滾雪球 另一方面 因為北京拒絕加入國際社會 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並支持俄羅斯受到重創的經濟 導致歐洲企業對地緣政治緊張 局勢惡化的擔心加劇 這行調查顯示 在中國經營的歐洲公司中 有7%表示 由於烏克蘭戰爭 歐洲公司正在直接審查投資 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 自從2月莫斯科入侵以來 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已經下降 歐盟商會表示 目前重新評估在中國大陸投資 決策的歐洲企業數量 是10年來調查之中最多的 而在2月份參與問卷調查之中 有11%的歐洲企業 考慮撤離中國 只有最新調查比例的23% 即是一半都不夠 此外大約有372間企業 對2月份的問卷調查作出回應 而4月份的調查 就有620間企業作出回應 歐洲企業考慮將目前 或計劃在中國大陸投資 轉移到國外的比例 創下10年來的新高 企業強調長期存在的不滿 例如中共強制技術轉讓 與中國競爭對手相比的不利待遇 以及模糊的規則和發規 中共政府目前的清零政策未結束 飄忽不定的風控還未看到盡頭 令到歐洲企業總部別無選擇 只能找其他投資地點 歐盟商會副主席許佩蒂表示 世界並不會等中國 在考慮轉移投資的公司中 有16%的公司表示正在考慮搬遷到東南亞 18%的公司表示正在尋找亞太地區的其他國家 大約有19%的企業表示會選擇歐洲 12%的企業表示選擇北美 而11%的企業就選擇南亞 5月份中國工業生意意外增長 而消費者支出和房地產市場繼續萎縮 2022年剩下的時間前景仍然不被看好 因為北京繼續依靠封鎖和其他封控措施 來控制病毒傳播 外國企業在防控疫情期間 一直在掙扎復工復產 在中國大陸經營的外國企業 由1月到4月的利潤下降了16.2% 比中國私營企業的0.6%下降幅度要大得多 而在這段期間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 就上升了13.9% 許佩蒂說目前還未清炒房地產和汽車行業 這兩個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何時會復甦 在中國大陸的美國公司 最近也傳出正面臨挑戰 上海美國商會6月中發表的一項調查顯示 超過四分之一在中國的美國製造商 正在將全球產品的生產轉移到國外 同時加上他們公司在中國境內的供應鏈本地化 製造業、消費和服務業的10家美國公司之中 有9家下調了2022年對中國的收入預期 在調查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公司之中 只有31%的公司表示正在全力經營 在那些未能全力運作的公司之中 大多數表示員工上班有困難 歐洲商會報告還顯示 在4月份的問卷調查 接近60%的受訪公司由於中共清零偵測 而下調了2022年的收入預測 大約78%的受訪公司表示 由於中共清零偵測 中國大陸的營商環境已變得無吸引力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記者吳慧的綜合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的粵語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香港的世界 世界的香港 香港的世界 世界的香港 好